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绿波电路其中的一个单元 我们中央抽头式全波整流绿波电路 分为中央抽头式全波整流电路 跟中央抽头式全波整流绿波电路 我们进入中央抽头式全波整流电路 中央抽头式全波整流电路 我们区分为三个单元 中央抽头式全波整流电路的原理篇 还有它的模拟篇 还有实作篇 我们先来讲原理篇 这是我们中央抽头式全波整流电路的电路图 十字交叉 它为打点表示没有导通的意思 电流在正半周的时候 从电压器刺激线圈的上方流出来 经过D1的时候因为是顺向所以可以通过 接下来往负载电路的上方流下去 然后回到我们中央抽头的点 接下来我们看复半周的情形 复半周的时候当然就是下方电流流出 那D2刚好也是顺向所以可以流过来 接下来 接下来同学记得十字交叉位打点表示没有导通 所以这一个线是往上面流上去 然后一样从R1上方流进去 再回到中心点来 好我们整理一下 这一个是正半周的时候的情形 我们电流是从D1的阳极流到阴极 然后流过RL以后回到中心点 复半周的时候是从D2的阳极进来 然后流过RL以后再回到中心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D2的峰值逆向电压 怎么计算呢 好因为D1呢 这时候是导通视为短路 所以D2的PIV 就是等于VD1N2P N2P就是阴极到阳极的电压 加上VM 再加上VM 等于两倍的VM 那我们来看图会更清楚 因为我们D2的阴极开始算呢 它是接到我们D1的阴极 所以我们在D1上面 有一个N2P的电压 就是阴极到阳极的电压 然后再加上正半周的时候 我们VM再加上一倍的VM 回到了我们D2的阳极 好相同的我们看复半周的情形 好复半周呢 我们要研究D1PIV的峰值逆向电压的意思 的分析 那因为下方的D2是导通视为短路 那D1的PIV呢 会等于VD2的N2P 加上VM加上VM 我们可以看到D2的阴极到阳极的电压 加上一倍的VM 再加上一倍的VM 回到我们D1的阳极 所以总共就是两倍的VM 因为VD2N到P 这时候我们的D2是导通的 所以它是等于0伏特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全波整流电路的输入与输出波形 好输入波形 它是一个正全波 峰值呢 最高点是VM 那波形的周期呢 从时间轴来看是2π 这是我们的输入波形 接下来我们看输出波形 我们以电路是理想二极体的情况来探讨 正负半周期间呢 因为都有正向的脉动直流电压波形 它的峰值呢 也是VM 那波形的周期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个完整的周期 就变成输入波形的2π的一半 所以是π 好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的平均指电压呢 是VDC呢 用数学式推导 所以会等于π分之2VM 那π分之2大概就是0.636 那其实它也就是π分之2跟2的VRMS 最后就是等于0.9的VRMS 好 全波整流的输出联波的有效指电压 VRRMS呢 是等于0.308VM 等于0.436VRMS 好所以我们如果要计算 全波整流电路输出波形的联波百分率 R百分比呢 会等于VRRMS 就是我们联波的有效指 除以电压的直流指VDC 再乘以百分之百 那我们把刚才推导的VRRMS 是0.308VM 带进去 再除以VDC 是0.636VM 再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等效于 等于0.436的VRMS 除以0.9的VRMS 乘以百分之百 答案都是48.4% 我们看一下范例 好 电路上的D1D2 我们假设它都是理想二极体 那用三用电表 DCV50V特量 来直接测量输出电压 那问你电表指示值约为多少 好我们解答是这样 三用电表 DCV50V特 这个档位指示值呢 它其实直流档的指示值 就是全波枕流输出的平均指电压 所以就是VDC我们代公式 等于0.636VM 那也就是等于0.9VRMS VMS在我们电路上面看就是12伏特 因为电压器标明的就是我们的有效值的值 所以只要把0.9乘以12伏特 就等于10.8伏特 好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下D1D2 它们你要选用的时候 核定峰值的逆向电压PIV 至少要多少 好我们中央抽头的全波枕流 二极体的PIV 刚才已经用图解法跟大家解释过了 就是两倍的VM 所以我们直接就2乘以2VRMS 它会等于2乘以1.414 乘以变压器标明的12V 就等于33.9伏特 我们已经把中央抽头式全波枕流电路原理篇讲述完毕 这个是参考书目 同学可以参阅 同学也可以重复复习影片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线上提问 老师会做回答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